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C基金的李奧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雄英先生 你好 今天是7月5日 剛剛G20結束 發展形勢比我們想像中好 我算早看好一點 所以我輸了一頓飯 他當時說三千億要收關稅 我說他靠客,一定不會 如果加的話,我贏 不加的話,你贏 現在導演團隊全部有餐飯吃 不過不可以說你輸 因為我說了,不會加 所以你要跟我輸 讓我選擇一個有利的位置 當然大家覺得形勢好了 其中一個說法 美國的策略,沒有那麼硬 大家想想,是否特朗普要選舉有關係 我相信現在不能說他沒有那麼硬 只不過是願意積極談判 另外他也放了少少聲氣 其實也是半真不假 會讓美國公司賣零件給華為 其實沒有落實鏡 其實不是的 最後他說,是沒有涉及國家安全的 但實際上華為已經被他放在黑名單上 如果要打破黑名單是不容易的 接下來走下去,會否更容易談判 我相信在大選之前 他一定要保留 還可以談這個狀況 才對大選有利 很隨時有 現在是2019年7月 正式選舉是明年11月 有十多個月時間 每逢美國總統大選 載人上連任的總統 都一定是用盡他的辦法製造一些 對他有利的因素 過去多年美國的股市歷史 通常在大選之前那一年 其實表現都好 通常是因為施生你所說 政府很想練任 做多些功夫 刺激一下經濟 讓大家開心一下 投票也投得開心一點 開不開心 你做得好才給你 你甚麼情況做得好 你當然要證明自己 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有成效 經濟有時要統計數字 普通人也不太懂 最容易懂就是股市 股市升 特朗普也不止說了一次 只是說 即是華麗塔拉股市升 代表我 他提及過 哪個股市跌的話 就寫他上太空 差點寫他 寫他上太空 去年12月都差點寫他上太空 所以突然轉了 我相信它會令股市處於相對好的狀況 不會說大選就來了,股市拆稅 對它是很不利的 怎樣可以令股市升 其中一個就是利息 不要加,還有減 有一個新聞,原來白宮研究可否炒鮑威爾 鮑威爾不用研究,不能炒鮑威爾 最近特朗普都到處煽風點火 歐洲又說要… 飛機又搞一搞 亞洲都有,最近亞洲兩個國家的關稅 即鋼鐵關稅有加一加 可能玩慣了 搞一搞,人們覺得世界經濟 讓它這樣搞,會有機會搞和 如果有機會搞和,聯儲局便要早點解釋 買保險 不要讓它搞 所以一方面又想股市好 一方面又嚇人 讓聯儲局在貨幣政策上要寬鬆 市場上高至少 共識7月至少會減息 所以我自己看 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香港的股市 都是向好的機會多些 當然你看近期 來到29,000點 樓下好像… 衝來衝去衝不破 其實已經升了幾個星期內 我估計在這段時間 都是徘徊一下 積蓄力量 再衝的機會是多些的 例如剛才我說 如果美國股市好 大環境都對香港有利 施先生,有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過去一個月 其實特朗普為了要準備選舉 很緊張自己的民望 民望稍微落後 所以他特別緊張 所以很多事情就變成 如你所說 希望做好 讓選民支持度高一點 現在會否有變化呢 我自己看這次美國總統選舉 特朗普連任的機會率是高的 因為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推出了很多新的做法 新的理念 有些是進行了一半 都未完成 在這個時候 換過另一個總統 走過另一套 變成他之前所做的事 前功盡廢 這對美國本身也不好 我自己覺得 雖然很多人覺得特朗普亂來 但他所做的事 應該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 也得到美國多數人的支持 他才上到這個位置 所以我自己覺得 權衡利害之後 美國人選擇特朗普連任的機會很多 選不選擇特朗普連任 除了投票之外 美國很多既得利益 財團的取態都很重要 既然他們選擇特朗普 走過一套新的策略 就走到一半 應該會支持他 走到下半段 之前付出的才有收穫 所以我自己 譬如跟你輸到 上次說 三千億收不收稅 我亦敢跟你輸到特朗普連任 又多一餐飯 又多一餐飯 幫餐延期才吃勝負 有十幾個月 選舉過程中 可能民望有時上有時下 但我看不到民主黨有什麼很強的對手 現在民主黨不止七國亂 十幾國亂 很多人出來選 他們都很早期 黨內選完便會組織 奧巴馬年代 我很早看到奧巴馬出 為何? 那時候他還未競選之前 我在某些場合聽過他演講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以黑人來說真的很聰明 表達能力、說服力都很厲害 所以我當時也有留意他 但如果他出來選 特朗普選我便猜不到 我到很遲 我才看他勝負 如果大家回顧特朗普 到最後一天 大家都是50-50 如果大家記得 最後一天 我已經發了很多WhatsApp 給朋友說我的看法改變 你覺得可以買去林莊嗎 可以買去林莊 我認為香港的或言率超過50%以上 對於大部分股民來說 最重要的是 美國發生的事 對中國、香港的影響如何 特朗普想連人 這傢伙 他無所不用其極 出口術 甚麼都做 所以我相信 他一定會切發股市賺在對他有利的狀況 這可能是對美股 對我們中國 可能是想到他有空的時間 如果中國 他最中間要弄低中國 但在這段時間 他要競選的時候 如果中國 真的經濟滑波 都會拖累美國 所以我認為這段時間 太過強烈的波動 未必會有 如果出現重大的事情 他要去調教 難度高 如果一般情況 都相對在可控的範圍 沒有甚麼大波動 他出口術 都更容易產生效用 可否這樣說 其實我們中美關係 現在有些階段性的和諧 階段性不嚴重 但是很和諧 不會的 因為他都不會讓美國人覺得 已經跟中國搞定 他讓美國人覺得 留他在這裏 繼續跟中國 揮過 而他讓人覺得 勇於戰鬥 亦有機會去戰勝 他的位置才能保得住 始終在特朗普眼中 中國是一張很重要的棋 是一張牌 看他甚麼時候打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各位朋友 如果有興趣 重溫我們的節目 或了解更多關於C基金 歡迎來到以下網址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